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前段时间,皮鹏前妻和乔丹小儿子在一家日料店约会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本来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可两个人最近又被拍到约会 一周之前,拉尔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目前他处于单身的状态,并且成精 乔丹的儿子马库斯·乔丹并不是他的男友 然而前不久,马库斯·乔丹的一位朋友晒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拉尔萨和乔丹一起坐在豪车的后车厢 两人笑着面对镜头拍照 拉尔萨的肩膀和马库斯·乔丹的肩膀紧紧挨着 拉尔萨的脸上还露出了笑容 拉尔萨今年48岁,小乔丹31岁 两人的年龄差高达到17岁 关键是,拉尔萨的前夫皮鹏是马库斯爸爸乔丹的好兄弟 有趣的是,拉尔萨比马库斯的后妈还大了好几岁 或许这就是拉尔萨一直不愿意承认马库斯·乔丹是他男友的原因吧 总归来说,拉尔萨的魅力确实很厉害 毕竟曾经的他是NBA的花魁 拉尔萨也很会享受生活 他过去的几任男友年龄都比他小10岁以上 拉尔萨现在过得算是风生水起 但是他的前夫皮鹏的情况却和他有着天壤之别 生活可以说是过得十分的糟糕 皮鹏为了钱,已经不惜公开售卖自己与儿子的晚餐了 近期,美国一家奢侈品百货店推出了2022年圣诞特别版项目 就是说你可以花费3333333美元 和NBA传奇球星斯科蒂皮鹏以及他的儿子小斯科蒂一起共度一日 其中的项目包括与其父子学习球技 共进私人晚餐和品尝皮鹏自酿的威士忌 最后还会相送一本富有皮鹏签名的自传 皮鹏目前的处境比较惨 自己的前妻拉尔萨跟着大哥的儿子跑了 投资也被骗走了1800万 以至于他不得不为了赚钱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 用诋毁乔丹的方式来提升自己出输的销量 而且现在的皮鹏每年只能在NBA领到大约6万美元的退休金 因为只要球员在NBA效力三个赛季 就可以在退役后45岁开始领取退休金 显然效力过17个赛季的皮鹏够资格 根据NBA的退休金制度 50岁以后的球员每月领到的钱等于360.34元 呈以效力年限 所以目前57岁的皮鹏 每月能有5207美元的收入 但就这点收入 对于他的身份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于他的日常开销显然是完全不够的 皮鹏作为NBA有名的巨星 如今为何会混到这般地步呢 接下来就说一说 到底什么导致皮鹏破产的 皮鹏糟糕的理财头脑 从他第一次签约续约合同的时候就有所体现 1991年 皮鹏不顾所有朋友的反对 与公牛签下了一份价值1800万美元的七年长约 堪称历史最大卖身器 等他自己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签完合同的公牛翻脸不认人 让这位历史最强的二当家 不得已在自己巅峰时期 以相当廉价的回报为球队卖力 皮鹏在离开公牛之后 原本胆小谨慎的他性情大变 从此挥金如土 一切向前看齐 从休斯顿组建三巨头 乍到波特兰的豪华封线群 皮鹏在自己的后七年职业生涯里疯狂懒惊 总计得到了8730万美元 这让皮二爷在退役的时候 生涯的累计工资已经突破1亿美元大关 甚至要高过乔丹的生涯总薪水 9330万美元 是当之无愧的亿万富翁 2002年 皮鹏的场均得分 虽然已经下滑到10.8分 但是他这一年的薪水 是生涯最高的1970万美元 是当时联盟里身价最金贵的球员 二爷经常包下私人飞机四处比赛 但是那架私人飞机的驾驶员 却开始穿夺皮鹏 您这样一位NBA历史礼牌的上号的超级巨星 数钱数到手抽筋 租私人飞机多少有些掉价 只有自己买一台 那才叫真正的私人飞机 才能配得上您尊贵的身份 耳根子软的皮鹏听到之后大为心动 于是立马下单 皮鹏从一家财务公司中借了437万美元 订了一架双引擎弯流飞机 但是这么贵重精密的交通工具 皮鹏在付钱之前 连基本的验货和检查程序都没有 好像在麦当劳里买甜筒一样草率的完成 当这架私人飞机出现在皮鹏面前时 果然出现了问题 皮鹏借了四分之一年薪买来的飞机状况相当糟糕 飞都飞不起来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玩具飞机 而卖家自然是抱着 毕竟受出该不负责的态度 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 皮鹏没有办法 只能自掏腰包把飞机修好 又不放心地检查了好几遍 前前后后又花费了将近100万美元 才确保了飞机的正常使用 正当皮鹏以为一切都搞定 能够开始享受私人飞机带来的美妙旅行的时候 美国银行买下了皮鹏买飞机的欠条 于2004年开始起诉皮鹏催他还钱 经过两年多的官司 美国密苏里州上诉法庭最终裁决 皮鹏应尽快归还美国银行437万美元欠款 以及54万美元的利息 并且支付10万美元的诉讼费用 皮鹏为了这架飞机 前后花了600万美元 但是因为深陷合同 至今为止也没有坐过自己的私人飞机 然而货不担心 皮鹏曾经聘请了一家伊利诺伊州的律师事务所 打理自己的2700万美元的资产 这家事务所给他推荐了一位 名叫罗伯特·鲁恩的财务顾问 皮鹏本着傻白甜的理财风格 决定无条件相信他 然而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 罗伯特·鲁恩不但将这2700万美金 蒸发得干干净净净 还以皮鹏的名义 又向银行贷款了140万美元 最终因为涉嫌银行诈骗被判三年监禁 而这一切 作为财产主人的皮鹏 都是通过一位会计师才得知的 诺不可遏的皮鹏 将那家黑信的律师事务所告上法庭 但是对方早就在签订合同之前 就已经把层层圈套设计好了 让皮鹏有口难辨 最终只能以败诉收场 而这样的事情 让皮鹏原本就负债累累的生活雪上加霜 为了偿还巨额债务 42岁的皮鹏决定重返NBA 虽然当时嘴上说着 希望趁自己不太老的时候 为篮球做更多的贡献 希望加入真冠球队 争取生涯的第七枚冠军钻戒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一万富翁皮鹏的钱已经快花光了 当然 在阿斌看来 与其说是皮鹏花掉 不如说白给送出去的 除此之外 皮鹏还非常卑微地表示 愿意接受10天的短期合同 也不介意参加视讯或者与球队合练 总之就是一句话给钱就来 虽然受到六家俱乐部的邀请 但是42岁的皮鹏没能抓住机会 最终公牛队让皮鹏得到 前往北欧讨金的机会 皮鹏在芬兰和瑞典 一共打了三场表演赛性质的比赛 仅仅是为了得到6.6万美元的出场费 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 不过 除了他不太灵光的理财头脑 榨干皮鹏钱包 还有NBA球员永远绕不过的话题 离婚和抚养费 看上去老实憨厚的皮鹏 其实和大部分刚刚进入NBA的年轻人一样 基本上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1987年 皮鹏刚刚进入NBA的第一年 此时的他有青梅竹马的女友陪伴 他们在第二年奉子成婚 又很快在1990年离婚 然而 皮鹏在妻子怀孕期间 就开始和另一位女子约会 一直到1993年 这名女子不但提出分手 还将皮鹏告上法庭 索赔自己在约会中支付的1万美金 随后 情场失忆的皮鹏 吸取了上一段感情的教训 开始在情场上挥金如土 1994年 皮鹏看上了一名模特 很快两人就发生了关系 并且在7月多了两个女儿 即使小女儿在出生的9天后夭折 皮鹏依然不承认 他们母女和自己的关系 拒绝支付服养费 1995年 仅仅7个月后 皮鹏又和另一位女子生下了女儿 这微妙的时间差 真是让阿斌服想连篇 但是这名女子明显得到皮鹏的清心 两人曾经订婚 但最终因为皮鹏家暴而分道扬镳 不过这一次 皮鹏愿意支付每月6000美元的抚养费 1996年 皮鹏又开始和小自己10岁的名模拉尔萨约会 短短三个月就被对方迷得神魂颠倒 仅仅三个月就宣布订婚 并且在1997年完婚 结婚后的皮鹏仿佛重回巅峰 七年内生三儿一女 前前后后四位女友七个孩子 每一个都是烧钱的熔炉 不停地榨干着皮鹏的账户 而随着皮鹏财力和身体的不断下滑 她面对拉尔萨逐渐地力不从心 于是夫妻双方都开始互相给对方戴绿帽 所谓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 拉尔萨向法院提交了她和皮鹏的离婚申请 并且企图吞下皮鹏的全部财产 并且掌握她的个人财产信息 最终两人如愿离婚 虽然拉尔萨没有如愿以偿 但是据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 如今的皮鹏的总资产仅仅有30万美金 甚至几度濒临破产 从公牛王朝缔造者 曾经的最强小前锋 皮鹏在篮球场的成就光芒耀眼 但是在篮球以外的世界 却像一个资产黑洞 不理智地投资和肆意地回金如土 最终将自己的上亿工资挥霍一空 也许这一切 从她1991年签下卖身合同开始 她的人生就已经被物欲横流的 金钱社会扭曲变形了吧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加关注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